嗨,大家好,我是响恋 今天用这一点排骨给大家分享一道四川特色的做法 也是年夜饭上的一道大菜 大家可得看仔细一点哦 首先还是把排骨一根一根的把它取下来 接下来再把这个排骨剁成大一点的结 一根排骨剁成三结就可以了 这样子长一点好看一点 剁好的排骨先下锅焯水 加一点姜葱料酒 下面准备一点做排骨的香料 八角,干辣椒,山奈,桂皮,香叶,公斤香,白蔻,干花椒 焯开后用勺子打去浮沫 再煮三分钟后捞出备用 锅内下入少许的油 加入两块冰糖先炒一个糖色 炒至棕红色的时候下入香料 然后加入一点高汤 这里我们全部加的是高汤 这里没有高汤的直接加清水就可以了 下入焯好水的排骨 先把它简单的卤制一下 烧开后开始调味 盐,蚝油,老抽酱油主要是用于调色 再来上一点黄豆酱油 盖上盖子用最小火先把排骨卤40分钟 准备一点小青椒直接把它切成圈 再准备一点小米椒也把它切成圈 因为小米椒比较辣 所以我放的比较少 再准备一点芹菜把它切成粒 再准备一点油酥花生米 用刀把它按碎 然后把这个花生一一一给它吹掉 这样子全部都捡起来了 跟芹菜放走一起 熟的白鸡马再来一点 排骨已经卤了差不多了 下面打开锅盖 哇,非常浓郁的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接下来先把排骨夹出来 大家看看有没有食欲,优不优人 锅里下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 油温烧至七成热 下入青红椒和姜葱蒜 菜籽油一定要把油温烧高一点 不然的话它会有个生青油的味道 炒香之后来一大勺老干妈香辣豆豉 一起继续把它翻炒一下 下入卤好的排骨 翻炒均匀之后下入花生米芹菜还有白鸡马 再次把它翻炒均匀 淋上两滴香油和花椒油 把它和转出锅装盘即可 装盘的时候把排骨夹出来 一根挨着一根的摆起来 这样子会好看一些造型 最后把这些料汁淋在排骨上面 这样子吃起来才会更加的香 撒上两颗性感的葱发 非常美味的一道老干妈香辣排骨就已经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啃起来特别的香 并且香辣味浓郁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下面想念帮大家试试看味道怎么样 又是吃肉吃的要长胖哦 咬下去就烂了 刚刚入口的时候满满的都是香辣味 然后咬下去就是一股卤香味 这样子的排骨非常的适合招待客人 也是年夜饭上的一道好菜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